进口到我国的阳光玫瑰葡萄被指含有过量的化学物质可能导致中毒 敲向国内食品安全的警钟 农业及粮食安全部部长拿督斯里穆罕默沙布指出 农粮部已经从各方面着手并持续监督事态进展 而大马检疫与检验服务局以及农业发展研究所等相关的单位 也已经抽取样本展开研究 莫默沙布表明当局暂时没有接获有关这类葡萄 是否含有过量化学物质的任何投诉 一旦接获投诉必定采取行动 泰国农药警戒网络最近检测到阳光玫瑰葡萄样本的有害化学残留物超标 因此对这款葡萄发出了化学物质污染警告 泰国当局随后采取相应的措施 包括要求进口商和经贸商标明进口阳光玫瑰葡萄的原产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